大家好,我是童文勋 每天早上我会以广播的方式 推播给付费的会员一则专属的时事短评 请会员优先收听 感谢加入会员,支持V.TW前进 东北季风来临 现在是秋冬,然后开始有凉意了 所以要保持温暖 容易感冒的季节要去打流感疫苗 那最近呢,其实现在是十月中旬了 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就是 有一个富人在东北角呢 因为去海边嘛,就在那个停车场 就自己拍自拍,就是自己跟海 所以通常就是用自拍器嘛 然后架子手机,然后背景就是海 拍自己跟海的合照 结果呢,就一个风狗浪来袭啊 其实要知道这个 现场的相片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它是有栏杆的 而且那个栏杆呢,还蛮粗的 可是你知道这个风狗浪啊 它一打上来的时候 通常至少有一米五以上的高度 甚至有三米以上的高度啊 那那是属于长浪 好,是属于长浪 那通常长浪第一波上来之后 后面就跟着两三波这样上来 一个又一个 先把人呢,可能因为很重的这个水的压力下来啊 先把人可能打拍在地上 然后呢,因为水 它是有润滑的作用嘛 那在拉扯这个过程中呢 很容易从缝隙啊 因为一下子被打蒙了 可能眼睛也没有张开 也不知道要抓什么东西 所以就直接被卷进海里面 那因为长浪这种特质啊 所以呢,就会一波又一波 就直接把人卷走了 那其实可能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嘛 因为又没有闭气啊 那卷下去之后 即使是游泳的健将啊 那个生还的机会 其实是非常渺茫的 那所以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呢 地理老师就曾经跟我们说过 如果呢,冬天啊 东北角少去 那如果靠着海边 突然风狗浪打上来 被卷下去的话 那它也不会跳下去救 因为根本救不了 那不是人力 那个大海的这个力量呢 不是人力可以去救援的 那这一次落海的这个妇人呢 经过这个海空的这样的一个搜寻啊 最后找到了遗体啊 那并没有生还 所以冬天的时候去东北角 真的要特别注意啊 我记得在两年前吧 也有一个新闻就是 他们去看这个水鼻子啊 然后也是一样在海边的步道 这个风狗浪一打上来啊 那就把人卷走了 那等找到的时候 也都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 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 所以过去这个海边 曾经有这个站着这个步告栏啊 就说小心风狗浪 那可是因为 那个点正好就是风狗浪来袭的点 对不对 因此呢 它就没有办法 一直维持站在那里 那可能县市政府也没有做好 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所以这个牌子呢 就消失了 可能被风吹走了 会被浪打掉了 就没有再重新架牌子 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 公共安全的问题哦 包括前不久不是有这个 去有一家人啊 朋友啊 去露营啊 然后呢 应该是两家人吧 开着车子 在西边露营 然后因为上游放水 结果呢 就被淹没了 那这样出这样的一个灾难 我认为应该是 有国赔的问题 理由是什么 不在于说 你说我们所有的西边海边 不可以去吗 可以去啊 但是 这种风狗浪 它基本上还有这种天灾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告示不清楚 可能政府是有责任 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啊 那那种上游放水啊 你可以说我这个沿途 我在入口的时候警告标志 然后我随时就可以放水吗 因为我警告你说 我随时可能放水 所以你就 免除了你 这个警告的义务吗 包括 这个警告的这个广播 好 喇叭 其实 有这个 现在应该有技术可以做到 就是说 它可以定点定位 那附近的区域啊 的所有的手机 就像国家级警报一样 会收到警报的 那风狗浪 会出现这个点也一样 你应该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设施啊 你只要人接近这个区域 每一个人都收到警讯 那个警讯就是 除了告示牌 除了地上可能有油漆啊 标示 那哪一个区域 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好 你要安全起见 你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 可是它浪可能一下子拍上来 尤其 台湾的这个东海岸啊 地形的这种特质 就是很容易发生风狗浪 长浪 尤其是台风季啦 或者是东北季风的时候 这个能量很容易蓄积 那一旦那个能量蓄积 拍上来之后呢 其实每一年都发生问题 那为什么不能够 免除这样的一个灾难 一再的发生呢 科技是可以做到的 你的手机 只要接近那个区域 方圆50公尺之内 就一定会收到警讯 那如果说是水库放水 在整个沿的河流的这个沿岸 那50公尺范围内 或是30公尺范围内 手机都可以接到警讯 这个是技术可以做到的 你花再多的钱都值得做 何况这样的一个广播技术 早就已经成熟了 我们也尝试了很久 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安全的警示系统做好 但是呢 都一直无法成功 有太多的利益结构在里面了 人命或是国家的数位的进程 其实不在这些掌权人的脑海里面 风口浪的威力非常的凶猛 通常像这种长浪 为什么会变成是突然出现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台风季节 台风可能离我们还很远 可是因为台风所涌起来的这个浪 慢慢的慢慢的靠近了这个岸边 所以风还没有到 这个长浪 这个能量呢 一波又一波的蓄积那个力量呢 等到它撞击到了海岸 尤其像沿岸的这个地形呢 就会突然冲高变成一个破碎的浪花 那打下来这个水呢 那个力道足以将人跟车子啊 在你觉得怎么会有这个浪呢 因为没有大风啊 你觉得靠近海边是安全的 那么就把人跟车辆呢 就卷入海中 那人一旦被卷入海中呢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着力点 而且他打上来之后的 往下刷这个力量是很强的 所以他会把这个被卷进去的人跟车呢 卷到很深的这个海洋里面 那你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 你的呼吸的备用量是不够的 可能也许憋气憋个一两分钟 有机会慢慢浮上这个海面 会游泳的人还可以求救 可是因为没有着力点 所以即使会游泳的人也一样 生还的机会非常的渺茫 以台湾的情况 就是在新北市 当然就是东北角沿岸都是新北市的范围 还有基隆 宜兰 那个耗发的数量是最多的 那其次呢 还有花莲跟台东 那个这个建树呢 相对就少了 那你像澎湖完全就是几个灵星的这个岛屿嘛 都靠海对不对 它的这个数量呢 反而啊 没有花莲那么多 那 基本上是不到宜兰的耗发率的一半啊 那还有一些灵灵星系的案件发生在高雄啦 屏东啦 台中 彰化 金门啊 那数字都在大概十啊 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是一年呢 发生的建树呢 都在这个十以下 那所以像现在这个东北季风的这个季节又来临了 十月十一月以后一直到一月之间 尤其是在满月的时候 在这个十五的这样的一个日期 其实都是耗发的时间 所以不要太靠近海边 因为有风果浪会发生的几个点啊 通常都是景观视野非常好的地方 人们喜欢在这边休憩啊 把车子停好之后啊 下去拍照啊 最近啊 因为有自拍器 有这个手机啊 数位相机的诞生啊 其实有很多人死于自拍 不管是海边还是山上啊 那其实有很多的案例 甚至都有影片可以看到 那这样的一再的悲剧的发生呢 其实我们就是因为对大自然呢 没有警戒心 我们其实已经脱离了自然的生活的样态 我们在大自然里面可能没有太好的一个谋生的能力了 我们习惯在都市里面生活 所以对于大自然的这个危险性啊 失去警戒 所以现在是东北季风的季节嘛 除了大家应该要保暖 保持健康 去打流感疫苗 那我们要顶住啊 下一波的 又一波的这个 无安肺炎的这个 疫情的来袭嘛 那除此之外 有时候出去外面 散步啊 旅游啊 注意安全 这个风口浪的问题呢 其实是长久以来的问题 国家应该要对这个问题提出对策 而不是每一次呢 就告诉大家就说 东北季风来了 或者是台风机啊 警告这个靠近海边的人 这样做是不够的 其实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做 既然现在地震都可以做到 对于全民的手机啊 做推波 那么为什么 在这种有危险性的地方 包括水库放水 包括风口浪的 耗发的地点 应该都是每一个人呢 接近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设施 可以警告 而这个警告 可以直接到达手机 这个就是现代技术科技 要用到的地方 不是吗 所以 有关于我们是不是进入一个 5G的世代都一样 这个应该是政府的力量来做 有广播的技术 其实已经 broadcast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的 broadcast的系统 在日本早就已经行之多年了 那台湾呢 平谱被放在政府手上 闲置着 宁可不用 也不用再震道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 执政的人 想要分配 我要讲分分分 分到最后都口急了 分赃好了 所有的利益 都必须要由他们来分配 所以呢 再好的技术 即使能够飞上天的这个技术呢 如果没有跟利益挂钩 也很难兑现 这个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赶在这些都没有用 其实我们就是 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那该说的说 监督政府 除此之外 不要寄望政府太深 当我们把所有权力 以代益的方式 通通都交出去啊 其实 就像我们把家里的钥匙 交给别人来看管一样 要做国家的主人 要做民主法治的国家的主人 其实 没有办法谢责 就像父母 有了小孩 没有办法谢责一样 持续的监督 而不是 只是告诉他说 你要把事情做好 然后如果没有做好 只是骂他一顿 然后 想说下一次用选票来教训他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当你想要用选票来教训他的时候 他就是有本事 去推出一个 更烂的 对手阵营的候选人 因为现在是全民调的时代 对不对 所以呢 永远就是 帮忙对手 选出一个最烂的候选人 让你在两颗烂苹果中间 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永远是含血含泪投票 而不是快乐的 有荣誉感的 非常骄傲的走进投票所 去投出我们所认为 可以交托的民意代表 这个就是台湾 还不成熟的政治 会产生的现象 所以回归正道 关键还是在自己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了解问题 不要害怕去理解他 花一点时间来关心国家大事 当然小确信还是要有的 不然的话怎么熬过每一天呢 所以最近有一个朋友 他本来就是非常乐观进取的人 他说面对生死没有关系 他这一辈子就是要一路嗨到挂 他的这个真诚跟热情 是我永远就是非常羡慕的 保持一个理性 忠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有时候就觉得自己 蛮无聊的太惊了 但是天性如此 那我希望能够多跟这样的朋友 邀请他们来上节目 也分享他们热情给大家 所以我再次预告 我会跟这个林佩金律师 是我的学妹 那两个律师谈电影 会不会很无聊 不会 我们不是用律师的身份来谈电影 我们也不是用律师的观点来谈电影 我们用 如果律师一整天 白天是律师 晚上是律师 无时无刻不是律师 这还是生活吗 get the life 人生应该要有愉快的时候 开开心心的 面向每一天 那如果在评论阵子 或者是在监督政府的时候 我们不太开心 也无所谓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多往正面来看 不要看我们损失失去了什么 要看我们得到什么 能够用一点力气跟时间 来监督政府的人 其实都很幸福 因为行有余力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脑汁 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来监督政府 了解国家以及国际的大事 所以大家都是幸福的人 看着自己能够行有余力 而不是那种埋头苦干 除了生活之外 其他什么东西都关心不了 也没有力气去关心了 那我们应该看到自己 幸运的地方 被神眷顾的地方 OK 好 我们明天见 要开心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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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VTW会员 搜寻LineID加入好友 键入atVTW 加入好友后点击聊天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赚金值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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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